谢霆锋和张伯芝的爱情当年闹得非常大 相恋时候的两人非常的甜蜜 谢霆锋也表示出了对张伯芝最大的保护 甚至在出了那件事之后依然选择包容 可就在大家以为这件事已经过去之后 谢霆锋却与张伯芝离婚 并将两个孩子全部甩给了张伯芝 而在最近 谢霆锋更是闹着要带孩子去做亲子鉴定 其实在张伯芝和陈冠希的事情爆出之后 谢霆锋一直被媒体追问这个事 最终因为忍受不了和张伯芝离婚 这件事大家其实都是可以理解的 可是谢霆锋要为何坚持要做鉴定 这个操作就让人看不懂了 虽然谢霆锋的大儿子的确和谢霆锋长得不像 但是也养育了很多年 难道谢霆锋真的不爱自己的儿子吗 这件事谢霆锋为什么不站在儿子的角度去考虑一下 可以想象到的是 被自己的父亲怀疑不是亲生 而母亲有遭遇过那么可怕的舆论 这个孩子长大之后会面对一个怎样的成长环境 可以说从小谢霆锋决定做亲子鉴定开始 就已经对孩子形成了非常大的伤害 如果这个孩子长大是一个普通人 做住普通人的工作还好 如果想进入娱乐圈 那么这些爆料时刻会让他崩溃 虽然谢霆锋这次的亲子鉴定结果没有出现 但是房间已经流传了大量的版本 而且这些版本的消息都说 张博之的儿子不是谢霆锋亲生 随着这些谣言出现 张博之又一次成为了舆论的中心 痛苦不堪 而这个时候 令人没有想到的是 谢霆锋的父亲谢贤竟然站了出来 而且非常的生气 不过不知道谢贤是因为谢霆锋的做法生气 还是因为亲子鉴定的结果生气 不过大家可以看到的是 在张博之和两个孩子十分无助的时候 谢贤公开庇护这对母子 可以说外界对张博之和孩子越不好 谢贤就越要袒护他们 在这件事爆出后 谢贤不管是在什么场合接受采访 都公开立挺自己的儿媳妇没错 谢贤一直叫张博之是儿媳妇 即使他和谢霆锋离婚之后 谢贤依然没有开口 并且谢贤明确表示 自己不但喜欢张博之 更加喜欢两个孩子 虽然现在的张博之名气不是很大 但是生孩子前他人气爆棚 他的搭档都是刘德华这种级别的选手 而张博之的人气跌落 全部原因都是因为嫁给谢霆锋 只有怀孕生子 停掉了所有工作 可以说张博之为了谢霆锋 牺牲掉了自己的事业 对于谢贤来说 张博之不但为谢家留下了香火 更是谢家的大功臣 所以谢贤一直非常照顾张博之 目前 张博之已经生下了第三胎 虽然张博之没有公布父亲是谁 但是谢贤依然称呼张博之为儿媳妇 而谢贤可不是嘴上说说 在工作之余 谢贤不仅亲自照看两个孩子 更是公开地说自己的钱以后都是儿媳妇的 由此可见 谢贤是真的喜欢张博之 怪不得谢霆锋提出亲子鉴定之后 谢贤会这么的生气 作为一个女人 张博之人生中遭遇的困难 是大多数女人都无法想象的 而作为张博之的爸爸 谢贤的所作所为也非常值得大家称赞 不知道大家喜欢张博之吗 4月6日 有媒体报道了张博之大儿子Lukas的采访内容 Lukas在采访中直言父亲谢霆锋 对自己和弟弟关注较少 表示出了对父亲谢霆锋的不满 在记者问到Lukas与父亲相处如何时 Lukas毫不顾忌地讲道 平时和弟弟很少看见父亲谢霆锋 自己和弟弟生病了 也只有妈妈张博之陪伴住他们 并表示 妈咪与谢霆锋分开是正确的选择 因为爸爸谢霆锋配不上妈妈张博之 句句透露出孩子对谢霆锋的不满 也看得出儿子们对妈妈张博之的情意与疼爱 Lukas这番话让众多网友认为谢霆锋 没有尽到做父亲的责任 虽然谢霆锋一直按照法律判决的结果 按时给两个孩子抚养费 但作为孩子的父亲 却没有给到孩子足够的父爱 一年中很少去看望两个儿子 更别说陪伴了 自己的儿子生病都只有妈妈照顾 父亲也不闻不问 众多网友的三观被冲击 也有网友称 你爸爸光顾助谈恋爱了 没时间管你们了 自两人离婚开始 张博之对两个儿子确实尽心尽力 经常在社交媒体晒出与两个儿子日常生活中的甜蜜 离婚后的张博之为了更好的照顾他们 很长时间没有进行拍戏 把所有的心思都放在了孩子的身上 这些网友都是看得到的 张博之在参加综艺节目向往的生活时 就被嘉宾和网友认为很会照顾人 在彭玉唱和陈飞宇被雨水灵感冒后 张博之赶紧拿出了自己 事先准备好的感冒药给两人吃 正常来讲 爸爸与孩子们的感情都是要好过于妈妈的 因为在孩子成长过程中 更多的冒险 探险有趣的活动会是爸爸带领完成 为孩子塑造出坚毅的风格 妈妈给予的更多的则是情感及心理上的扶持 Lukas与弟弟很少与爸爸在生活中产生互动 没有机会与爸爸谢霆锋建立情感的纽带 更别提对爸爸有感情了 孩子在童年时及青少年时期 没有得到爸爸足够的陪伴 必定会对孩子的性格 以及心理上造成很大的影响 给小儿子亲生 其实大家也是非常意外 曾在十一国庆节的时候 乘着大儿子和二儿子都放假在家 张博之一家还约着集体出游 提前为三胎小王子庆祝一周岁生日 不因为小王子的生日就这么提前过了 让人想不到的是小王子生日当天 张博之还是要为小王子庆祝生日 18日晚上 张博之在动态中晒出了一个视频 为小王子庆生 配文写道 周岁快乐 拥有三个仔 我很幸福 张博之在动态中赛出的视频是一幅沙画 视频中小鲜画的是一个穿着领衣裙的漂亮女孩 双手举着一个花瓶绿的花 不难看出画中的这个漂亮女孩 应该就是指年轻时候的张博之 虽然张博之都已经39的年纪 但依旧还是女神一般的存在 当年刚从澳大利亚回国的张博之 就被周星驰发掘成为新女郎出演喜剧之王中的女主角柳飘飘 一炮而红 而后的心与心愿更是让她红得一发不可收拾 清纯美丽的容颜 加上总是挂满灿烂笑容的精致脸庞 让张博之成为继周慧明后新一代的玉女掌门人 在视频中 举着花的姑娘瞬间又变成了张博之 举着三胎小王子的照片 张博之笑得非常幸福 整个画面看上去非常的温馨 其实这张照片有着这样的寓意 曾经的玉女掌门人 如今已经成为了一位三胎孩子的母亲 在三胎这个问题上 这一次应该是张博之晒出的最大方的一张 和三胎小王子的合影 记得去年张博之在动态中 关心生下三胎小王子的时候 媒体和民众一片患然 因为大家都知道 就从2012年和谢霆锋离婚后 一直到生下第三胎 张博之一直都处于单身状态 甚至都没有听到张博之传出过新的恋情 张博之突然在动态中关心生下三胎的消息 确实是让大家感到惊讶 不过最令人感到奇怪的是 从三胎小王子出生 到现在都已经满一周岁 但小王子的生父一直都还是一个谜 因为前两年一直在传张博之有望和谢霆锋复合的消息 所以很多网友纷纷猜测小王子的生父很有可能是谢霆锋 甚至还有网友专门去找谢霆锋的父亲谢贤确认 不过都被否决了 最终谢霆锋也做出否定回应 面对谢霆锋的否定 还有人猜测可能是为外籍负伤 但是在后来小王子的正面照曝光后 小王子的亚裔面孔就做出了否定的回应 对此张博之也一直都没有做出回应 事到如今小王子的生父到底是谁 也成了圈中的又一位姐之迷 在本月15日 张博之在动态中晒出了一段视频 虽然视频中小王子并没有出镜 但是细心的网友听到视频中传出了小王子的声音 小王子乃声乃气的喊着爸爸 虽然才刚满一周岁 但是小王子的口齿非常清晰 或许是没有留意孩子的声音 在引起热议后视频没够多长 时间就被张博之删除 很多网友表示很多小孩都是妈妈带大的 所以很多小孩首先会喊的是妈妈 但是小王子却一直在喊爸爸 有不少人识猜测 小王子应该经常和父亲待在一起 甚至有网友表示 难道张博之一直在和三父生父同胎吗 按照这么一说 小王子生父应该没有想象中那么神秘 在视频中画出的最后一幅画 张博之抱着小儿子和大儿子二儿子站在一起 还画出了好的爱心 这应该寓意着张博之和三个儿子在一起 过得很幸福 从整个话来看 不难看出三个儿子对于张博之来说 就是自己的一切 张博之和谢霆锋离婚后 两个儿子谢震轩和谢震南 一直都跟着张博之生活 和谢霆锋离婚的时候 大儿子五岁 二儿子才两岁 为了更好地抚养两个儿子 张博之更是进入到吸引状态 至于作为两个孩子父亲的谢霆锋 大家也是保贬不一 开始离婚的那几年 孩子生育的时候还能看到谢霆锋 后来几乎看不到两个和两个儿子 同时出现的时候 虽然谢霆锋中环地段的四亿商铺 将来会留给儿子 又为两孩子成立了三亿教育基金 但是比起金钱 孩子最需要的还是陪伴 如今大儿子已经12岁的年纪 身高比张博之还要高一些 长着一副非常英俊的面孔 留着卷发妥妥的一枚大帅哥 破具谢霆锋年轻的风采 张博之和谢霆锋的两个孩子 长得最谢霆锋的应该就是大儿子 不仅有帽长得现 连性格也非常像 二儿子和哥哥不同 虽然长得也很像谢霆锋 但是二儿子的性格和哥哥却完全不同 二儿子的性格比较开朗活泼 经常能看到二儿子和张博之录一些搞怪的视频 拍一些搞怪的照片 这样的性格倒是和张博之的性格很像 虽然张博之已经三个孩子的母亲 但四39岁的张博之看上去依旧还是年轻时候的模样 近日张博之入住了新的短视频社交平台 在张博之更新的最新视频中 只见张博之身穿碎花衬衫搭配一条白色高腰裤 扎着麻味边 整个人看起来优雅又不是甜美 越看越觉得年轻 在视频中 张博之再一次跳起了浪漫樱花 虽然距离拍摄电影《浪漫樱花》已经18年之久 张博之也已经是39岁的年纪 三个孩子的母亲 但是张博之看上去却依旧还是那么的年轻 充满活力 如今张博之又注入新的社交平台